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這四個字 你看懂嗎 這個是我們孟俊 孟俊姊妹的爸爸 他送給我們的愛滿天下 告訴了我 我還是看不懂 他謝謝大家的關心 現在在中國休養 找不到 還找不到地方掛 所以帶給各位看一下 也祝各位新年快樂 從前喔 有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先生 他去找他的家庭醫生 要做身體檢查 醫生就先問他 有沒有覺得哪裡不對勁 這個不舒服的 他說 醫生啊 老師跟你說 有 老先生他說 現在啊 老子很不好使 好像很記不住事情 我經常喔 走到停車場去的時候 就怎麼也想不起來 我車子停在哪裡 我看 很多人 一樣喔 他們治癢就是這樣 人家常跟我說的話 或者是我跟人家說了什麼 轉個身子 就想不起來了 有的時候喔 半夜起床 走到廚房去 就怎麼也想不起來 我來這邊幹嘛 呵呵呵 所以喔 我來請你 幫我看一看檢查檢查 醫生啊 就看一看他 然後問他說 就是這個嗎 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他說 沒有 醫生啊 就在他的病理台上面 寫了 一切正常 老先生喔 雖然記憶力不好 可是呢 視力還蠻不錯的 瞄到了醫生 在寫的東西 他就很高興的就質問醫生 怎麼我跟你說了半天 你是耳朵不好嗎 還是怎樣 還說我一切正常 請你給我好好的檢查一下 醫生 他也很無奈 他就說 好吧 既然是這樣子 但是 請你先去把費用繳 我們再來做檢查吧 弟兄姊妹 不曉得 你的記憶力怎麼樣 醫生是 他他 不知道之後 把繳費的事情都忘了 再提醒他 你要先繳 這個記憶力衰退 俗稱說健忘症 是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越來越明顯 是屬於一種老化的病 老年病 他主要呢 可能是有六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個呢 就是訓練記憶力的機會 會越來越少 那些腦袋 那些細胞 慢慢的萎縮 退化 生鏽 這種現象特別是在人退休了 以後這個刺激就越來越少 第二個呢 就是營養不均衡 缺少了老部細胞所需要的養分 第三個呢 就是醃酒的負面刺激 再加上還有運動不夠 腦細胞缺少了活化的機會 第四個呢 是長期的 處於壓力過大的這個環境 第五個呢 是心情長期的鬱悶 然後把自己封閉起來 這個社交圈受影響 第六個其實也是跟社交圈有關係的 就是視力 聽力 漸漸減退 那個訊息越來越少 就活在自己的手間裡 如果你要是覺得 你也有這個記憶力越來越不好的這個趨勢 其實也是蠻正常的 因為我們年齡都一天一天在大 那麼 你就可以針對這上面這幾個 六個可能的原因來對症下藥 不過 不管你是哪一個原因所造成的 要解決記憶力不好的這個問題 我還有一個絕招 就是要藏著的紀念 這個也是我對我們ESL 學英文的長輩們的建議 稍微有一點年紀的人 大概都說過這麼一句話 年紀大了 記不住 這個話對 也不對 我就會給他們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在差不多連將近半百的時候 還去神學院接受裝備 那個時候 所以說 希臘文是必修的 希伯蘭文是選修的 我也選 就是這樣讀過來的 我告訴他們 我把每一課的這個聲字 就把它寫在那個小卡片上面 正面寫它 背面就是寫它的中文的意思 然後就這樣厚厚的一點 每個禮拜就是這麼一點 差不多每一課都有15到20個聲字 然後呢 傍晚的時候 去散步的時候 就是這樣看看 這什麼意思 不記得 放在下面 然後呢 如果記得了 就是蜻蜓 就把它收起來 記得了就放到裡面 不記得了就放到下面 這樣子呢 這邊手上的就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就是那些你不記得的 就是出現的頻率就越來越快 所以就這樣子 完了以後 全部都碰到最後手上都沒有了 再拿出來 有時間的話再來一次 就是這樣子 反反覆覆翻來 讓它重複的出現 這樣子 你的記憶力就自然會有了 我們今天 也要來 用保羅給停摩太的勸勉 一起來思考 我們基督徒 有三件事情 我們要常常的紀念 第一個呢 就是要紀念上帝的兒子 第二個 要紀念上帝的話語 第三個 要紀念上帝的救恩 在我們剛剛讀的第八節 這邊說 你要紀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 他從死裡復活 正而乎佛手禪的福音 耶穌是誰 這邊說 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 這句話 寒瓜樂意思非常的豐富 他包括了上帝對大衛的應許 也包括了 可以追錯到上帝對亞伯拉罕 甚至是亞當夏娃的應許 這裡面也可以包括了 基督論這個教育 在羅馬書那邊說到 耶穌按肉體說 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 因從死裡復活 以大門顯明是神的兒子 這裡面有很深的教義 而這些教義 如果我們能夠認識 聖靈感動的我們 也讓我們活出這樣子的生命 生活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聖經上面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如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基督耶穌是歷史上最偉大的 他也是道成肉身的神 認識他 相信他 這個是我們信仰當中 非常重要的活性 我們剛剛才過了聖誕節 就是紀念耶穌的降生來到世界上 這是一個普世歡騰的日子 我們更是要記得 耶穌對我們的意義 今天我們在這邊主席聖餐 目的也是在紀念主耶穌 紀念他曾經謙卑的來到世上 成為人的樣式 身在大魏的家族裡面 更是要紀念 他為了我們 釘死在十字架上 然後雖然死了 三天以後又復活了 他從死裡復活 現在永遠都活著 也因為他戰勝了死亡 所以我們這些跟隨他的人 還有戰鬥 也可以戰勝死亡 我們紀念主耶穌就可以讓我們 過得有盼望的日子 每天都能夠 結出很多生命的果子來 這個實在是太寶貴的興趣了 千萬不要忘記 在2010年的時候 智利曾經發生了一個地震 上以來也有一個地震 大家也覺得很恐怖 他們那時候發生了一個地震 有33位礦工被困在700公尺的地面下 長達69天 這個故事已經被拍成電影 有一位礦工Maria 她過舊以後 她就說 我現在是一個新造的人 她說我的人生有40年 都是埋在地底下 現在我要為我的新的人生 活得更久一點 更有意義一點 她說到 當他們被困在地底下的時候 她看到了善 也看到了惡 她說 我和上帝在一起 但是呢 我也和魔鬼在一起 上帝跟魔鬼就相戰 最後上帝聖人 我就一直緊緊的抓住上帝 所以我那時候從來沒有懷疑 我會被救出去 在這個最危急的時候 Maria她記得主耶穌 耶穌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我們也看到好幾位礦工 他一被救出來以後 就跪在地上感謝上帝 在耶穌被靈被賣的 最後一個晚上 度假福音記載說 用拿起餅來注謝了 就掰開遞給他們 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得 你們一當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就像我們剛剛舉行的聖餐 弟兄姊妹 千萬不要忘記主耶穌的死 還有祂的復活 這個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每一次領受聖餐的時候 不是在吃一點cookie 葡萄酒 葡萄汁 而是紀念祂所代表的意義 主耶穌為我們的罪 受死在十字架上 祂為我們先嘗了死的味道 為了我們的罪 替我們受死 讓我們可以被稱為神的恩物 這個是我們要牢牢記的 你說 除了耶穌以外 還會有誰 肯為你的罪 而受死嗎 所以 我們是不是真的應該要好好記住他 我們什麼也不能夠做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記 史懷澤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叫做Emile Meckler 他在倫敦開家餐廳 他開餐廳 他有一個規矩 就是如果他知道 來吃飯的那個人是產道人的話 他絕對不讓那個產道人買單 錯了 我下次要 如果這家餐廳還在的話 還沒有倒的話 有機會我去輪廳 有一天 當這個Emile Meckler 他正在把收銀機打開 打開的時候 有一位英國的大臣 就是相當於副長 就看到很詫異的看到裡面 除了鈔票錢幣以外 還有一根六寸長的釘子 就有點像這樣子的 這個是我們前幾年 我們在受難節崇拜的時候 發給了一個人的 大臣就問他說 這個釘子是按啥用的 放在那個收銀機裡面 Meckler他就解釋 他說他把釘子跟鈔票放在一起 是要提醒自己 耶穌為了救贖所付的代價 而我 該拿什麼回報他呢 弟兄姐妹 要常常 紀念神的兒子 主耶穌基督 如果你需要用什麼東西 來幫助你記得的話 也無妨 有的人 喜歡在脖子上 掛個十字架的項目 有的人在家裡面牆壁上 放一個十字架 或者拿一個鐵壁 也可以 這些都很好 如果我們也能夠每天 在祷告當中紀念主耶穌 相信我們的生命 肯定不會走天差 第二個是要紀念上帝的話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 甚至被捆綁 像犯人一樣 然而神的道 卻不被捆錯 不要以為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 神的話已經過時了 現在只能拿來參考 要記得神的話 是不被捆綁 不被限制的 今天網路很普及 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會在網路上面寫信 相信每個人都跟我一樣 有那種給人家寫信 可是卻沒有得到回應的那種經驗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的訊息太多了 特別是那種發群組的信 一次寄給幾百個人 只是彈指之間 所以訊息爆炸 我想寄信的人大概也不指望 要收到幾百封回信 但是如果你寫信 專門是寫給一個人的話 我想你還是會指望對方給你寫回信吧 如果沒有收到回信的話 可能你的情緒就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 特別是負面的影響 這是人性 它是什麼意思啊 拽什麼拽啊 你都從頭到不起來了 可能這都是不會有個反應 下次不再寫信給他了 除非看到他的回信 但是很多時候 誤會就這樣子產生了 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 上帝他也親自的寫信給我們 要對我們說話 他對我們的話語 透過聖靈的感動 都是非常個人的 他都期待我們要有所回應 這個是 就是殘達他愛的信息 要引導我們 要祝福我們 他當然也期待我們的回應 譬如說 當你在看四篇第一篇 不從惡人的寂寞 不佔最人的道路 做謝曼人的座位 為喜按耶和華的律法 奏業思想 這人便為有益 他要像一棵樹 摘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頭生 當你讀了這些 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會不會讓你很興奮 或者給你一絲的亮光 上帝應許我們說 如果我們滿懷喜悅的 讀他的話語 而且思想 他要豐豐富富的賜福我們 要讓我們凡所做的盡頭順利 這麼寶貴的音訊 能夠成為有福的人 難道你不激動嗎 聲音上面還說 後患罪感罪人 一人必得到善報 上帝在這邊告訴我們 只要對他的話語 要有正面的回應 他就也要給我們正面的回報 上帝的話語 是他為每一位 對在基督耶穌裡的人 領受祝福的關鍵 要常常紀念上帝的話語 這個就是尊重上帝的表現 只是很可惜喔 很多時候 我們對上帝的話語 不太有反應 充其量喔 有的時候會覺得 這個上帝的話 要愛你的仇敵 滿新鮮的喔 很不錯 如此而已 這樣子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謙卑的心 來理解神的話 而且呢 要把它從耳朵 腦袋 轉移到我們的心 到身體的四肢 要化為行動 這樣子對我們 才會有意義 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 這位女王很厲害 她從18歲的時候 就開始當這個大不列天 還有愛爾蘭聯合王國的軍王 18歲的 一直到她死為止 一共長達63年多 是非常長的一個軍王 維多 她在當國王的這段時間 叫做維多利亞時代 那個是英國在工業 文化 政治 軍事 科學上面 都非常揮紅的一段時期 維多利亞時代 有一次有一個外國的王子 來訪問她 就問她 什麼 是你帶你這個偉大國家的 逆絕 維多利亞女王他簡單的回答說 聖經和上帝 這是讓我國之所以偉大的關鍵 弟兄姊妹 請務必要常常紀念上帝的話語 絕對是我們人生最寶貴的寶貝 第三個要記得上帝的救恩 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 叫他們也可以得到那在基督耶穌里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保羅說他甘願為上帝拣選的人忍受任何事情 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他是被關在監獄裡面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把這些人帶到基督耶穌面前 得到救恩 得到永遠的榮耀 這邊還帶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 得到救恩 不是因為我們比較好 我們比較努力 我們比較優秀 都不是 而是出於上帝主動的拣選 人呢 被動的接受 保羅為那些被上帝拣選 但是還是在救恩門外的流太人 迫切禱告 同樣的 我們是不是也關心我們周遭所愛的人 他們的靈魂是不是得救了 保羅他在提摩太前夫勉勵說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恳求禱告 戴賢主的救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如此的度日 這是好的 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能怨吶 他願意萬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將士為人的基督耶穌 神願意萬人得救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神拣選所有的人得救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得救呢 不是 因為神他不強迫人去做選擇 但是人有回應神的責任 就好像說人家送給一個禮物 但是你如果不願意伸手來接 那也是你的選擇 伸出手不伸出手 都是你的一個選擇 人有回應神的一個責任 所以人不能說 上帝沒有拣選我 來作為這個 不接受他的這個理由 所以我們全民的對象 就是要針對每一個人 包括在監獄裡面的殺人犯 包括回教徒 甚至包括ISIS的 請大家要記得 我們在這邊 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 上帝不只是要我們這些人得救 祂願意萬人得救 如果你愛上帝 你體偏上帝的心意的話 你就要聽祂的話 福音傳給更多的人 希望人人都上天堂 耶穌曾說 人子來會要尋找拯救世上的人 這個是我們今天坐在這裡的原因 耶穌到世上來 祂不是來找這個勞動楷模 或者是三好學生 好人好是代表 我們都承認 我們需要救恩 所以我們接受了上帝預備的救恩 同樣的 我們要紀念被上帝拣選的人 要在基督耶穌裡 得救 包括了我們的家人 親戚 鄰居 我們所愛的人 讓他們也得到救恩 得到永恆的榮耀 法羅 他勉勵提摩太 也是每年 今天我們在座的各位屬成的兒女 要常常紀念三件事 要紀念上帝的兒子 耶穌基督 要紀念上帝的話語 要進行上帝的救恩 這三件事情 相當相當的重要 自從教會在2000年設立以來 這中間經歷過許許多多的風波 我們今天所碰到的事情 在教會歷史上面 通通都不是什麼新天使 而能夠確立教會正統發展的 正是這三件事情 包括在內的所謂的基督論 神論 救恩論 如果這三件事情 講的 是不一樣的內容 即使是用同樣的一本聖經 唱一樣的詩歌 也用一樣的詞彙 用語 我們也要說 那個是異端 因為這三樣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是你的記憶你是好還是不好 希望我們都常常敬業 這三件 其實叫信仰的核心 好讓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心 是有根有基的 請我們一起基督祷告告 謝謝